全身呈惨白色 漂浮在半空中 形体千变万化 从你身边经过不留痕迹 把你的小命带走 不留端倪 这是人们对幽灵的想象 尽管从未有人证明 幽灵真的存在 但无论任何地方 似乎都有关于它的传说 当然在各种五花八门的故事中 幽灵都是虚构的产物 大人用它吓唬小孩子 男人用它吓唬小情人 不过有一个故事确实例外 它就发生在遥远的大洋洲 这是一个宁静的午后 人们在悠闲地享受着海滨时光 没有人意识到恐怖的死神 已经悄悄地来到了身边 直到一名游泳者突然感到一阵刺痛 他的皮肤像火热的皮鞭瞬间抽打 随之而来的是眩晕 呕吐甚至抽搐 此时就算他离岸边只有十几米远 人们可以将他扑上岸 或许也为时一晚 如果不能在四分钟内得到救助 他将彻底停止呼吸 这绝不是耸人听闻的鬼故事 这个潜伏在水中的幽灵杀手 就是著名的澳大利亚香型水母 简称香水母 它的身体犹如一个透明的大箱子 拖着接近四米长的触角 在海中游动时就像鬼魅一般 像极了我们常说的幽灵 在宽广的大海之中 有数万种水母 而香水母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它的同类大多只能随波助流 海水往哪流 它就往哪飘 香水母却可以通过排除体内的水 获得推力 流向任何想去的地方 在它细长柔软的六十多条触角上 隐藏着无数毒针 据说每一寸触角的毒针 竟高达数百万个 一旦被这些触角扫过 毒针就会在短短三毫秒的时间里 将毒液注入猎物体内 如果被攻击者足够幸运 这些毒液只会让你难受一阵子 然后在皮肤上留下长长的紫色疤痕 可如果毒液被身体吸收 那它就会感到呼吸困难 接着出现心脏和呼吸衰竭 如果几分钟内 不能快速用抗毒血清来抢救 这个人就会一命呜呼 据科学家研究 一只香型水母体内的毒液 足以致死六十个成年人 其毒性之强可谓世界之罪 近几十年来 澳大利亚昆士兰沿海 就已经有六十人在香水母的剧毒下丧命 同时其死在鲨鱼嘴里的也不过十三人 可见这个幽灵的恐怖 中国历史上有著名的五毒 蝎子蛇 蜈蜘蛛蜘蛛蜘蜘 但想不到原来天下最毒之物 竟是这软啪啪的香水母 好在大多数的时间 香水母并不会主动攻击人类 它们主要的食物还是小鱼小虾 而它们进食的过程也一览无余 通过透明的身体 你可以完整的看到香水母是如何捕获并消化猎物 这个场景实在是诡异的让人发冷 香水母没有五官 更谈不上表情 它们静静地将小鱼吞到身体里 你甚至感觉不到它的用力 没有牙齿与上下恶的咀嚼 你唯一能看到的就是这条小鱼 无声地成为了香水母的消化物 整个过程看起来如此平静 却又让人窒息 用幽灵形容这个无声无息 无色无味的杀手 简直再合适不过了 最新的研究表明 香水母不仅是游泳健将 它们甚至还长有24只眼睛 可以辨别水下的障碍物 自如地在大海中游荡 身边360度的范围 全在它的视线之内 如果培训它当交通血管员 也就不用探头了 可见一旦让它盯上 想要逃跑的唯一办法就是比它快 想要耍点小聪明 躲开它的视线 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然面对这样可怕的杀手 我们还是离得越远越好 相信除了少数嫌生活太平淡 需要死亡四季的少年 有兴趣为观 大多数人还是珍惜生命的 记住澳大利亚西部北部 及东部沿海都可以见到死亡幽灵的身影 在享受阳光沙滩大海比基尼的时候 请时刻记住 也许死神就在你的身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广告